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立安 今天我们来做蜡烛 在开始这个做蜡烛前呢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段 我刚刚在外面拍摄的这个视频 雪过天晴 窗外格外的美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蜡烛 做蜡烛呢要有蜡的原材料 我前面摆的就是两种原材料 一个是豆蜡 从豆子里面生产出来的 第二种是石蜡 从石油里面生产出来的 相比石蜡来说呢 这个豆蜡有几个很好的这个优点 第一就是它做成的蜡烛 燃烧的时间长 第二点就是蜡烛燃烧的时候烟消 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 市面上的价格便宜一些 做蜡烛呢除了蜡的原材料以外呢 我们还需要有玻璃瓶 有香料 还有这个灯芯 另外的呢还有一些辅助的设备 比如像这个温度计啊 还有溶解蜡用的锅等等 等一下我们一一的介绍 这个灯芯呢是我从亚马逊上买来的 因为它做的非常的好的质量 而且很容易用 我以前自己用棉绳子也做过一些 但是总是做的很不理想 所以我就干脆买了 那个我现在装了一个上去 看看就是这个样子 那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做蜡烛 我们做蜡烛就是因为要点它 那个我们市场上 市场上买的那些蜡烛 有各种各样的香型的 所以我们做蜡烛要放香进去 我今天就用 放了这两个 有两个这样的 一个是这个 薰衣草的香型 一个这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 柠檬草的香型 这两个我都是在网上买的 一个香型 一个香型一瓶 所以我就做两瓶 那么每一瓶的里面 大概要用一磅的蜡 这个就是今天的原材料 还有这个一个温度计 这个温度计就是 我们要测一下蜡的温度 什么时候 就是完全溶解了 而且能量到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装瓶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温度计 是我们以前用的 因为现在都用那个 数码的温度计了 这个就淘汰了 所以我把它用来 做这个 不是食物的东西 把蜡烛溶解的话 我们就要有一个锅子 网上各种各样的锅子也有卖 但是我们家里 这个就是这样的 淘汰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不打算再去买了 就用它是要蒸的 最好是不要直接在火上溶解 直接在火上溶解的话 那个温度升得太快 不好掌握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底下放水 上面放个这个东西 我相信我们大家 很多人家都有这种东西 就是以前用过的 旧的电饭包里面的 这个烧饭的那个心 我们家的好多是 好几个都要扔掉的 我就用它来废物利用 我们今天做两个蜡烛 做两瓶 一瓶的都是大概一磅重 我们将用这个黄豆蜡烛 来做这个蜡烛 那个下面我们就开始 我先撑 我们一磅一磅的做 我们先撑一磅 开始融化 放在衬上面 撑一磅的蜡 就是454克的蜡 进入容器里面 找一个家里 都不用了的 这个搅拌的 这个木棍子 木 spatula 找个这个家里 我相信每个人家 都有很多 用不了的 就是要扔掉的 你就把它来作为蜡烛 这个 小 这个小勺子 到时候你就在这里 到时候就用这个来拌 在等这个蜡烛溶解的时候 我们来做个这个式 就是把这个 灯芯放进去 这个 就是买灯芯的时候 它带来的一些 这样的东西 里面有一个一个的小圈 一个小圈 那你就把它拿下来一个 把它粘到这个 灯芯的后面 这个小铁片上面 那就是一个这样的 那么再把小铁 这个圈下面 还有一层 保护膜 把那个膜粘 拿掉 那么那个 下面的那个圈 是双面胶 所以这样的话 一下就对准 这个平的这个中心 平底的中心 就把它粘上去了 看到吧 就像这个样的 就像这个样的 就把它这个平底 粘上去了 粘好了以后 用一根筷子 把它按按紧 把那个下面的胶 和底部 充分的接触 这样的话 这个就不会动了 看到吧 是不是很简单呢 就这么一下 它里面是这样的 这个辣的这个溶解温度 大概在160度 华氏度那个样子 你看得很快 烧一下 它马上就开始融化了 融化了以后 我们就把它慢慢的 又放凉来 放凉来以后 我们把那个香味 香精放进去 放进去了以后呢 就凉到 还要凉 凉到那个 一个程度 这个瓶子 不会爆炸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 倒到瓶子里面去 大概煮了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这个里面的 蜡的那个 蜡的那个 小颗粒 就全部都融化了 看到吧 我把火关了以后 我们就 让它慢慢冷却 现在的温度 是将近160度 说起这些 做蜡烛的香精吧 大家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看 它上面会 告诉你 可不可以用于 制作自己的蜡烛用的 要是如果不能的话 就不要买那种 因为有些是 水制的 做蜡烛用的是 油制的 现在的 这个蜡的温度 已经降到了 125度 我们现在可以 把那个 可以把那个 香精放进去了 看到吧 这个就是 熏一草的香精 香型 我们慢慢地放 一边搅一边放 一边搅一边放 那么我再讲一下 我为什么喜欢自己做自己的蜡烛呢 这是因为我很喜欢点蜡烛 尤其是在冬季 当家里的窗户啊门啊都不能打开的时候 我们这个冬天很冷 进入大概11月份的话 整个家里就比较密闭了 这个时候我就希望点点蜡烛 让家里放出一种很芬芳的香味 让人感到很愉悦 还有一点呢就是 每当这个节日的前后 比如像圣诞前后啊 感恩节前后啊 新年前后啊 家里会有一些客人来 你把这个蜡烛点起来 满屋子的都是这种香气 还跟那些你做的菜呀 那个很美味的菜肴混合起来 让大家都感到很有节日的气氛 所以这个是这个每年这个时候 我们都是点蜡烛的季节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温度啊 这个蜡的温度已经到了120度以下了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准备 把它倒入瓶中 我们我在亚马逊上买那个蜡烛星的时候 它带了一个这个仪器 就是让你固定这个蜡烛星 在你当你把蜡烛浇到 灌到那个瓶子里面去的时候 那个蜡烛星是不会左右摇动 所以我就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是个这样的一个铁 那么蜡烛星应该是在中间的那个孔里面 还有一点要说明就是 当我们在做这个蜡烛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台面 还有这个炉子的这个台面 炉子的炉面 因为这个蜡烛一旦滴在哪里的话 想去搞干净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有的时候要去刮呀干什么 一刮的话就会把表面损坏来 所以我建议大家拿一点纸铺在这个 这个你的台面上 那我们现在开始把蜡往瓶子里面灌 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因为温度已经降到120以下了 滑溼度 那我们慢慢的倒进去就行了 我现在要做一个好处 有时候它这些是否就会那么热 有这么多的 这些是水后 现在我们做了一路 好久不凰 很多的 炉子łada 在斉子机里面 その温度 待得 全部 我 做完了这个以后 我们开始做第二个 因为是为什么要一个一个分开来做呢 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香型不同 那个是那个柠檬草的香型 这个是这个薰衣草的香型 因为我们用的这个香型不一样 所以不能混在一起 现在我开始做第二瓶了 这个做法跟第一瓶是一模一样的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 那个很多的人喜欢把颜色放在蜡烛里面 这个蜡烛有红的呀有绿的呀 很好看 我本人呢比较喜欢于蜡烛就是它本身的颜色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你要放颜料的话 你得特别的注意 特别注意什么呢 那个颜料是很细很细的粉末状 撒到就是吹到外面 家里有点风吹到哪里的话 那一抹下去的话 整个那个地方都是颜色 就是在你处理这个颜料的方面 要格外的小心 要不然你的厨房里面就是到处都是颜料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 那刚刚有一点多出来的 我用了一个小瓶子 那么我这个多了 多的我也放在这小瓶子里面 那么小瓶子这里面的这个箱形就是混杂型的 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但是我不想扔掉 好了 蜡烛就这样做完了 这一瓶是柠檬草香味的 这一瓶是先做的 是薰衣草香味的 我就是一个特别喜爱蜡烛的人 以前我们单位开那个派对的时候 就是每个人带一件礼物去交换 我就最期盼的就是有人可以带蜡烛去 带蜡烛去我就去抢那个蜡烛的礼物 我是最喜欢的 所以一般的开那个这种party的时候 我会带一个蜡烛 因为找不到别的东西的话 我就到商店里面花点钱 自己买一个把它包装好来 带给自己的那个同事 看哪个喜欢带回去 作为这个礼物也是很好的 如果吧你们有朋友 也有喜欢蜡烛的话 你在节前 每年的那个圣诞节前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 你可以做小一点的 你就把它包装好来 送给朋友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礼物 东西不贵 但是完全表达了你的心意 蜡烛的安全问题 还要最后讲一句 就是这个蜡烛做完了以后 你所有的这些东西 锅子 勺子等等 处理过蜡烛的东西 不要放在厨房里了 你把它包好来 放在一个那个 藏着一个 比如像车库里面 等用下次做蜡烛的时候 寄出在哪里 或者在放在地下室的一个储藏间里面 不要再跟厨房的那些用品混着用了 为了你的安全 还有呢 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那个家庭 你做蜡烛的时候 最好是不要让小朋友靠近来 因为小朋友多动 动得很厉害 他把它打翻了蜡烛的话 那烫的时候 对人会有伤害的 还有这个蜡烛的那个原材料 看上去一块一块的 很漂亮 不要让小孩误识 误以为是那个好吃的东西 所以不要让他小孩 可以摸得到的地方 这些东西你都要把它藏好来 所以家里的安全 也是我们的这个 做妈妈的 做姥姥的责任 对不对 好了 这些蜡烛在这个 室温下已经 一个晚上了 一个晚上了吧 我们现在就 这个蜡烛现在已经很坚硬了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捡灯芯了 理想的灯芯长度是 0.6到1厘米 这个可能差不多有一个厘米 这个就行了 那个 这个小的就是我们昨天 那个剩余的那些蜡烛做的 行了 全部都做完了 我们做贴几个漂亮的标签在上面 像我们现在快 那个圣诞节快到了 我们把那个这个圣诞老人的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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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cker 黏上去 嗯 做一点瓶子上的装饰 是不是就有点开始有点节日的气氛呢 很漂亮 各种各样的 那瓶盖上 可以放了这个东西 很漂亮 你要更愿意的话 可以在这个送礼 送给朋友的话 可以在这上面打个蝴蝶结 这样的话也就更好看一点 好了 芬芳的蜡烛就做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